好一名66岁的王姓男子因病住院 但是漏喜难改 大辣辣的就在病房里面公然吸毒 询防人员察觉有意就立刻报警 发现病床旁边的椅子上 除了有他的私人物品之外 还有两包的毒品 当场是遭警方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以请花莲地检署来侦办 左边你椅子上这都你的东西吗 住院病人躺在床上 突然遭警方上前盘查 原来是因为他不久前才在病房里 打喇喇的公然吸毒 一名66岁的王姓男子 在25号身体不适就医 被要求住院治疗 但却忍不住病痛漏喜难改 直接在病房里吸食毒品 询防人员察觉有意立刻报警处理 3月26日凌晨临时许 警方接过花莲市某医院报案 称有病人疑似在病房内吸毒 警方立即到场了解 并在病房内的椅子上查获毒品两包 该犯嫌坦诚不会 警方依规定将其逮捕待反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以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警方表示为了杜绝医疗院所的暴力 及犯罪行为 与院方都有建立安全通报机制 来维护院内安全 这次查获王姓男子持有两包 以及毒品海洛英 总重1.6公克 全案已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以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 请花莲市报导